好想赞助他们一个点筹机 又想帮他们点 我也怕他们不信任我 哈喽大家我是真美 今天去中介家里面提一个 我封了好多天的一个春料 有50多公斤 差不多我这么重的一个石头 在厂上的话 为什么它会有中介这么一个形式的存在 因为在这上面都知道 品质高一点的料子 几乎是不可能说见得到货主的 因为货主他们会说 面对面的跟咱们操作 几乎都是要通过中介 然后进行一个成交 然后中介的话 它就是连交货主 以及买主 中介形成一个扭扣 然后中介一个成交的 在厂上如果说 谁说找到货主去买的 就算是货主的货 咱们去问到货主的货 甚至他的 他们都不会承认自己的货 这也是中介在厂上 非常多的原因 基本不可能说具体在一个某一个地方 每天都是要从这座山到那座山有家 那座山到那座山有家 每天跑步一直都怕赶 就为了买一个料子 看一天花完一袋钱的感觉 真是那么香啊 现在咱们已经到这个城口的寨子里面 来给你们看看啊 这种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寨子 但是里面就会有中介啊 像这里的中介 它是没有任何招牌的 不像国内说挂个招牌啊 知道啊 这是什么什么珠宝 这里是没有的 你看就这么一个店 如果说在矿区 你没有熟人 你是根本连个中介店 你都找不到啊 现在记得拖鞋 嗯好的 那这个是两千多四千多 你熟一下 要按到熟了 对不对 你看看这么大一些的料子 等一下把钱点点 我们可以猜猜看一下 现在早把他们把钱点 一切料子就是咱的了 在城口啊 永远没有点钞机 你看看 人工点钞 啥都快 像阿娘这种点钞的方式 我是不会啊 我是看不懂啊 你看他们这种点的 我们是这种狂 好想赞助他们的点钞机 你想帮他们点 我也怕他们不信任我 这个大哥还会用汉子 刚刚他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钱 数到了十就 四地四地四东了 就开始说免语了 数到十就不会数了 太搞笑了 你看 他在学汉字了 学了八个月了 学八个月啊 所以说你看 那个叫什么 中国的汉语跟汉字 已经普及到明天来了 以后我们也不用 再翻译了 像我们家翻译就可以失业了 我们就用汉语加汉字在这里 随意着 因为在缅甸这边啊 就是像这种他们的钱 如果烂了的话 是不收的啊 像咱们中国是烂了 用那个什么胶纸 不薄 缝缝不薄 还能继续用 在这边是烂了的话 他们正常情况下都不收 只要给他们换新的 拿回去 咱自己用 这种敲两下的意思就是 这一袋钱 我们要变成三袋了啊 来敲了一下 就会大涨的 来拿灯看看 像这个料的话 它是一个红春啊 很多人说红春用黄光打太妖艳 今天咱们就用白灯来看看 这一个品质 来看看没有 用白灯看 它的春都是非常的艳啊 而且在它这一个跳壳下面 春还是往里面走的 如果说它春往外跑的话啊 那跳壳里面就怕堵它没有 但是它这春是往跳壳里面走进去的 那说明这个跳壳里面 它的春还是会非常好的 你看就像这一包 然后直接到这一面 它都是有的 你看这个种和它的颜色都是好 而且这个料 它本身就是因为蜡壳非常的厚 然后你看它蜡壳包裹的很紧 所以说给我们感官上面看 你看它的水头短啊 但如果说整个蜡壳陀螺的情况下 像那种水翻沙或者说沙皮的感觉的时候 那那个空度就会非常的好 直接可以说下去最少三过分 现在蜡壳包裹太久 然后你看看这一个跳壳上面的这一包春 跳壳还能看得见春 看到没有 哇塞 特别在这一小包 非常的艳啊 他们说的啊 红春怕白灯 紫春怕黄灯 你看这个红春 我用白灯打 它的春都是很艳的啊 现在啊 这一面我觉得跳壳下面的春 它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好 但是下面它本身也因为蜡壳包裹的紧 打灯看的话 它是有一点点春地的 但是具体的就要看蜡壳陀螺以后 来搏它的整个的一个春啊 如果说能搏出一个这么大的满春 哇到时候帝王春的手镯啊 不要说挂满一只手了 挂满两只手 还要把脖子上的要套起 得了得了 不用爬了 快点 给你两个皮筋 把料子搬上去 走 现在我们要把料子 把它裹起来 拿到车上去 现在料子已经被搬上车上了啊 你看看 这个大哥太贴心了 还给了我一个这种垫子啊 给我垫起 因为这边山路实在是非常的颠簸 所以用这个马带给我裹了两大个啊 今天的话我就蹲在后背 想我就扶着点这个石头 把它被垫烂掉啊 今天的话视频就记得到这儿 喜欢真美的点个关注哦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